前段时间我不是分享了一个关于床车旅行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实用功能以后吗 这波就网友开车他的福的全顺过来找我了 说阿彪你怎么也得给我弄几样实用的东西放在里面 怎么好用 怎么方便 怎么实惠 怎么来 这样弄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开车他去31852啊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们有更新就是在帮这位网友摆用这辆福的全顺 做最基本的 做床 做厨房 然后加电池 420的电池 顶上加太阳能 底下做一个清水箱 然后灰水箱 洗手盆 洗澡 洗澡间 马桶这些完全不要 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实用的床车 然后这个地方 它这个软包 它之前的这个包 看到里面实际上还有这么深 这个位置 还有这么深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估计是要拆掉 然后这里加一个柜子用来放东西 经过反复的讨论还是决定于不装灰水箱 对于床车来说的话 它的作用确实不大 床车反而还会影响它的通过性 从里面这个角度来看 空间感觉不大 但实际可改装空间 高有1米75 宽有1米8 长有2米9 这样一个大的改装空间 可视性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天便马不停提了 去了浓水五天市场买电器 像什么微波炉啊 电磁炉啊 这些都得给配上 34度的天气改车子 也是够累的 这个天直接站在这里就冒犯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座位拆下来 然后呢 在这个座位下面咱们放一块电池 车体我们已经是拆空了 现在这里是做了一些隔热 现在这里是做了一些隔热 不是打开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